丧尸爆发第47天 我们成功抵达学校食堂 观察到外面没有丧尸后 我们便迅速拿好装备 下车朝着食堂门口跑去 李哲小心翼翼的贴近门口 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 但是食堂大门却是从内部锁住的 我们虽然有电锯 但也不能强行破门而入 因为声音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不过我们早已料到这种情况 特此准备了攀岩绳 可以翻墙进入 我们立马绕到食堂后院的墙下 河阳甩出绳钩成功扒住墙壁 然后后退几步 一阵助跑加速配合手臂用力 直接顺着绳子上到了墙上 就这样如法炮制 我和李哲也成功翻墙进入了后院 谁能打出这个字 过年压岁钱满满 看着满地的鲜血和鲲毛 我们强忍着不是 俯下身来仔细寻找了线索 可遗憾的是 除了发现了一把钥匙 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 看来还得进入食堂了 我们放轻脚步 来到门口 顺利地用刚才捡到的钥匙 打开了外门 刚踏入门内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迎面扑来 我们抬起头 眼前浮现出一副地域般的画面 只见走廊的地上 铺满了残肢断骨 满地的鲜血已经开始粘稠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可杨和李哲直接忍不住 喷射了起来 看来躲在食堂内的人 已经凶多吉少了 眼下只能试着找一下幸存者了 我们调整好心态 穿过这片地域 朝着另一个拐角走去 可还没到跟前 突然一阵丧尸 嘶吼和男人的惨叫声 从前面传来 我们大吃一惊 立马排成一字 贴紧墙角 我紧张的冷汗直流 悄悄探出头 向外面看去 一个丧尸正趴在一个中年 男人身上撕咬着 男人痛得满地挣扎 我眯起眼睛 正犹豫要不要去救男人 一旁的李哲突然难难道 那不是食堂王叔吗